谢谢曲总啊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一个年轻的男孩 去培养一个年轻女孩成长 恋爱不是培养 恋爱是互相成就 而不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宽容 教另外一个人去成长 我相信他这个脾气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 未来他还会这样 因为这个亏 他还没吃够 因为他现在让所有的人为他买单了 他自己的这种性格的东西 他没有为此而买过单 受伤的是他的父母 受伤的是他的朋友 他未来成长再成长他还是这样 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面 他就有一个最简单的认识 叫非黑即白 这是他的性格 你们自己去谈那件事 一起进入真情的地方 我觉得我来这里就是想让你知道 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因为我跟你说 之前你也根本听不进去 现在我就想 既然我已经忍了这么久了 如果你现在和我说 如果你以后可以 就是听我的理解一下我 我觉得我在往后忍一忍 也可以接受 我是真的没想通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样子真的错了吗 因为我真的都是想为你好 然后想去帮别人一些事情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错了 以后我帮之前跟你商量商量就难了 我觉得咱俩是以后商量商量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改 你最后说这段话 逼得不得不再说一段话了 你比所有人都高吗 那你凭什么用你的标准来判断 你要不要帮助别人呢 你认为好的也许别人认为不好 你不是真正的伸张正义你懂吗 你要是真正那种热心肠是发自内心 你是看热闹的心态去帮助别人 自己会觉得自己是好心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来 你是看热闹的心态 你看看你帮的这些事都是什么事啊 行吧 我们再说也就多了啊 你们俩的事自己考虑 谢谢两位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请开门